1989年台商李文勋只身前往重庆考察 当时街道上汽车不多 只有两座大桥 没有像样的大型企业 产业配套能力较弱 有空白就有机会 李文勋当即决定投资重庆 在最早期热义器就乌氧铜 当初这个乌氧铜就是我们引进来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热义器都是用铜 然后度铅 然后这样子来使用 不过这样子的话 对环境的污染这个很高 重庆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看好资源优势 李文勋将自创的台湾厨电公司 搬到这里 成为入于投资的第一家工业生产型台企 嗨 林大 你好 主人 水温42度 好的 42度 1993年来到重庆发展的台商 黄景勋最初经营的是液化器生意 5年后赛道转换 转为生产燃气灶热水器 与李文勋不约而同走向了厨卫家居这一赛道 李文勋的重庆百集 黄景勋的年代厨卫 坚持自主研发厨卫家居产品 在当时热水器还不流行的大陆引入台湾经验 从推广厨卫新概念入手 为产品拓展市场 在油气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庆 闯出了台资制造研链的时代印记 如今黄景勋的儿子黄光志不仅接下了 父辈闯出来的事业 也挑起了重庆台协会长的重任 黄光志说 2010年得益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在重庆的签署 再与台商迎来了新一轮事业蓬勃发展期 伪创资通 英伟达 宏基 原秀科技等 台资信息技术企业批量落地重庆 这个叫做五大品牌 六大代工 叫五加六加八百 就是它的上下游供链 所以其实你不要看只是 好像是六大笔电代工 其实它带来的是整条的这个产业链 我们生产这个笔记型电脑的键盘来讲 键帽来讲的话 以前可能就需要七到十台里面才能做成一组 现在我们只有一台几台 在这样一个人里面就会把它完成 所以我们整个效率里面 会从七个到十个人变成一个人 走进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原秀科技车间 一条条全自动生产线开足马力 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013年台商林西斌从昆山转站重庆 创办原秀科技 专注于键帽生产 如今这里每年生产的键帽 约有四千万到五千万键 全球市场占有率长期处于百分之二十八至百分之三十八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很清楚的我的未来一定是在大陆发展 所以我就是去在明记集团里面 就是把外派到大陆这边来 那经过这十几年来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在一山里面就自己 整个天使地利人等里面都成熟了 然后就出来创业了 台资电子信息产业急剧 重庆连续十年 稳坐全球第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台企广达电脑连续四年产值突破千亿元 台企伪创思通生产的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电脑 源源不断供应惠普 红基 联想等品牌商 成为全球第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 我们从2011年就来到重庆这里 包含成都也是 我觉得在后续的整体的发展 带动我想除了这个整个生产制造之外 然后跟生产制造相关的 包含它的上下游的一些零部件 这同时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IT产业的配件也 这整个产业链集圈也好 对台商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 与老一辈台商主要从事传统加工制造业不同 科技型成长型创新型企业成为新一轮台商 接近的主力 截至目前重庆全市批准台资企业2011家 累计合同台资304.46亿美元 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221家 2021年余台贸易额超过640亿元人民币 占重庆对外贸易额的8% 政策不断地叠加 从西部大开发 长江经济代 到后来的一带一路 到现在成余经济圈的发展 重庆的GDP在这几年增长得非常快 从严链到强链 台商台企不断在差异化中找寻出路 在重庆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中找准定位 闯出属于自己的时代赛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